倪夏莲爆料反转 王楚清女友事件真相揭秘 求迷疑问的终于被解答了 大家好 我是倩宇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啊 我在这里呢给大家挖了一个大坑 保证让您听的先朝澎湃又直呼过眼 想象一下2024年的夏日炎炎 一场关于国拼新星王楚清的情感迷雾突然的袭来 前国拼的金国英雄倪夏莲 在一次轻松愉快的直播当中呢 无意间抛出了一颗重磅炸弹 听说王楚清的女友另有其人 这句话呢就像夏日午后的一场突如其来的雷震雨 瞬间让整个网络空间都炸开了 是真是假呢 是误会还是真相呢 今天呢咱们就一起播开云雾 揭秘这场情感风波的幕后真相 看一看球迷们的疑问是如何一步步得到解答的 首先呢我们来说一下倪夏莲前辈 想当年呢他在球场上英姿飒爽 推议后呢转战直播界 依然是这个敢爱敢恨直言不讳的性子 这次直播呢本是和球迷们闲话家常 聊一聊乒乓球的那些事 结果呢一不小心就踩进了舆论的漩涡当中 这句听说二字呀简直是神来之笔 让无数沙头呀也就是王楚清和孙颖沙CP粉呀 觉得心呢瞬间提到了嗓子呀 网友们呢那叫一个热闹啊 有的直接炸锅了 什么我的沙头CP要背了吗 有的呢则化身为侦探开始搜集线索了 是要找出这位神秘女友 一时间呀网络上各种猜测满天飞 有的说是对内的某位女将 有的呢则说是圈外的美女 更有甚者还编造出了狗血连续剧般的剧情 我呢看的是既好笑又无奈啊 心想这届网友呀真的是脑洞大开呀 比编剧还要厉害呢 但是别着急咱们呢得理性的分析一波 首先呢倪夏莲前辈这句听说明显是一个转述 而非亲自亲吻 在直播的及时互动中呢 他可能呢只是顺着粉丝的话茬随口呢一说 哪成想会引起如此的轩然大波 这背后呢其实反映了公众人物言行举止的放大效应 以及网络时代信息传递的速度和力量 再来说一说王楚清和孙颖莎这两位小将 一个帅气逼人一个甜美可人 在场上默契十足 私下里呢是关系要好的队影 球迷们呢希望他们能够擦出爱情的火花 完全是出于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和期待 但是感情这事呀终究得两情相悦 旁人再怎么猜测也是白搭 随着事件的不断发酵 越来越多的理性声音开始浮现了 有球迷就表示 咱们呢还是多多的关注他们的比赛吧 私生活就留给他们自己来处理 还有的网友调侃道 这件网友太闲了 人家运动员忙着训练呢 咱们呢却忙着给人家配对 这些声音如同一股清流 让原本沸腾的舆论场所呢 逐渐的冷静下来 而最让我感到欣慰的 随着真相的拙步揭开 大家呢开始意识到 这场风波呢或许只是一场美丽的误会 尼夏连前辈后来呢 也通过官方渠道澄清了事实 表示自己并无恶意 只是被直播间的氛围所感染了一时失语 这一举动呢不仅赢得了球迷们的谅解 也让整个事件呢得以圆满的落幕 关于这场王楚清女友的风波呢 咱们呢今天就聊到这里了 回顾整个事件呢 它不仅是一起简单的误会 更是对公众人物言行举止 网络舆论环境 以及我们自身判断力的一次深刻的反思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呢 我们更需要保持理性和冷静 不要盲目的跟风 不要随意的传播未经证实的消息 对于王楚清和孙颖莎而言呢 他们正值青春少年 未来的路还有很长 无论是作为队友还是朋友 他们都将继续携手并进 在乒乓球的赛场上挥洒汗水 为国争光 而我们作为球迷呢 应该给予他们更多的支持和鼓励 而不是无端的猜测和干扰 最后呢我想说 让我们的共同守护这片纯净的体育天空 让爱和尊重成为连接一个热爱乒乓球人们的桥梁 愿王楚清和孙颖莎呢在未来的日子里能够继续的绽放光彩 为中国乒乓球队书写更加辉煌的篇章 而我们呢也将一直陪伴在他们身边 为他们加油助威 本期呢我们就聊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陪伴和关注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拜拜